什麼事啊 他在錄音啊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Beroland 很久沒見了 今天我要和大家講一個超級陰謀的心理學課題 就是陰謀心理學 我們上星期看到特朗普 被人用槍射擊他的右邊耳朵 但這個新聞一出的時候 竟然 有些人出來 這會不會是特朗普自編自導自演的刺殺事件 為了扭轉美國總統大選的節奏 令到他人氣會升高的時候 有望贏得出這個大選 其實不要說特朗普這次的刺殺事件 我們日常生活中也會見到很多不同的陰謀論出現 由我們19年的肺炎 由我們19年的新冠疫情 又或者是一些政治動盪 我們都會有聽到眾說紛紛的說話 可能在一件事背後 會不會有一個黑暗的勢力操控呢 或者有些外國的勢力去干涉呢 究竟陰謀論是怎樣出來的呢 陰謀論其實就是當我們面對著世界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不確定性 有一些東西根本我們沒有辦法100%肯定 是不是真 是不是準 是不是我們自己幻想出來的東西 很多時候面對著無靈兩可的事情 我們腦袋很想用一個short cut 有一個接近 去明白這個世界 在這個過程底下 我們就很容易受到一件事去影響 就是認知的偏差 Cognitive Bias 這些認知的偏差 是我們的大腦很想找一些又快又方便的方法 令到我們可以理解這個難明白的世界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 兩個最有可能令到我們受著一無論影響的認知偏差 第一個就是比例性偏差 Proportionality Bias 這個認知偏差就是 我們的人腦就會有一種想法 大的事件背後一定隱藏著一個很大的原因 有些不同的勢力令到一件很大的事情發生 我們很難會相信一些天災人禍 或者是影響著我們命運的東西 可能只是一個機率 或者可能只是這麼不幸 令到我們面對著一些很大的事件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可以解釋得到 明白得到這個世界 令到這個世界變得是可以預測可以預計的 而不是一聲第二天起床 甚麼都會沒有 這個的認知偏差 會令到我們受著陰謀論的影響 我們會看到新聞 或者看到網上一些事情的時候 下意識我們會想 有沒有東西可以解釋得到 有沒有原因有沒有陰謀在呢 第二個的認知偏差就是 confirmation bias 確認偏差 這個的認知偏差 會令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下意識地只是留意 集中 並且記住一些資訊 而那些資訊會去確認 會不停地強化我們一些既有的信念 如果有一些事情 它不是符合我們的認知的話 我們的大腦很自然就會抹走這些資訊 甚至乎這些資訊根本都沒有進入我們的腦袋 這個confirmation bias 就會令到原本很客觀的事實 變成一面倒 我們只能看到單方面的事情 看不到往後會發生一些 我們要去確認 或者再去驗證的一些資訊 這兩個的認知偏差加起來 就會令到我們一方面很想找答案 第二方面我們只會找我們想找到的答案 結果會是怎樣呢 結果就是我們有既定立場 或者有一些既定的群體 我們是屬於在裡面的 我們就會不停強化我們的思想 信念 只會看到一些符合我們信念的資訊 那個人就會變得越來越偏激 不停有個想法就是 都說了的啦 都預了是這樣的啦 這次還不讓我捉到你 有了這個假想敵 就可以令到我和我群體之間的人 可能和我同一個政見 同一個群體 或者同一個國家的人 可以很容易就會連成一線 有一個sense of community 我們是有一個歸屬感在 一起去應對這個這麼難搞的 這麼有陰謀的敵人 Let's go 好了 但是在日常生活裡面 其實我們不是想有這麼多陰謀 又或者當這個世界這件事 根本就是沒有陰謀的時候 如果我們overthink overinterpret了一件事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做出來的反應 就會變成過激 甚至乎是偏離了這個事實 我們怎樣可以很確知 我們眼前看到的東西 究竟是不是陰謀論 還是我們要陰謀回別人的陰謀論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匪夷所思 在很多的心理學研究裡面 如果我們要解決陰謀論 我們不是要提升自己的IQ 而是提升我們的EQ EQ我們在說情緒智商 為什麼呢 改善自己的情緒 幫助我們更好地抵抗陰謀論 回到剛才說的 其實很多陰謀論的原因 或者動機就是兩件事 第一 我們很想為了身邊一些不好的事情 例如天災人禍去找一個解釋 第二 就是我們面對著一些不確定不知道的事情 我們很想找一個答案出來 當我們提升自己的情緒智商的時候 就代表著我們可以更好地去擁抱 或者去容忍生活裡面 一些我們真的沒有辦法知道的事情 我們不會急於去找一個解釋 或者一個答案 而去亂找一個理論出來 去explain away所有事情 我們就可以容許自己有更多的時間 和空間去找出真正的答案 唯有就是我們容許自己有一個空間 和時間去看這些資料 我們才可以做得到 就是我們要verify 批判思考 我們要看正反雙方意見 腦袋才可以真的 準確地去運轉 希望今次的陰謀心理學 令到下次大家面對著一些 由真由假的資訊的時候 可以懂得明辨真假 我們下次VeroLand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